中共在圍台軍援之後 引發了各界關注的是 北京意圖武力奪下 台灣的意圖 我們居然看到 這根據的是華府智庫 他們進行了長達 七個小時的兵棋推演 這是設定在2026年 共軍可能突襲台灣 就類似於當時二戰時 日軍突襲美國的珍珠港一樣 而且認定是說 美國會來協防台灣 只是美中兩國都不會使用核武 那推出的結論 就是美台聯手 可以成功的擊退中國大陸 但是對台灣的經濟 會有很大的重創 以及對美國的實力 也會有影響 都需要多年之後 才能夠來修復重建的 雖然看到 這是我們的國防安全院的所長 他就說了 這次的兵團是最壞的設想 但實際上 美軍不讓自己 幸運這麼慘烈的代價當中 而且現實中 如果共軍想要突襲的話 就必須先大規模的集結部隊 是會被衛星給發現的 所以在看到認為說 這個兵團有對討三大起勢 第一呢就是會 台灣需要來發展這個反艦飛彈 不只是防空飛彈 而且也需要反艦飛彈 以及認為說中共可能會採取的是灰色地帶 圍台而不打 逼迫你要投降和談等等的 以及認為說 大陸攻台的趨勢是大勢已定 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而已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